我可这点太杀了嘛 呀好 各位哥们朋友 欢迎来到我儿端的博物馆 详细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EVA里面的人物啊 他出街时候的样子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2022年年底 官场最期待的手办 这是团队2023年的第一个手办 Radio EVA系列2.0第一款 我们来看一下 明日项目出街的情况 来自湖北MAX 与善悟这个系列 它卷土重来了 可以看出2.0包装上的巨大变化 这个馆长非常激动 因为Radio EVA这个系列 官场超级的喜欢 基本就是照单全收 其中灵魄力这块是 官场成年最喜欢的手办哪 现实服装跨次元的靴头 让每个人物看上去 都像在街拍 BGPGD的各种作战服 扭捏做台的手办 这个系列就是 撒爽 1.0第一炮明日 像他大腿还深深 落在我们的记忆中 现在2.0他来了 当时看了官图 我的心躁动 泪水湿润了嘴角 我的青春回来了 到15筒被掀开的那一刻 我正当的全身看得 通透才知晓2.0的真正奥义 那就是将这一系列 独有的撒爽感再次放大 而且依照层次 细节程度更加的丰富厚重 配合上姿势也更加的好看 发型总是生蒙 荷膜处理完美 面向上扫了一次 当年德国人设的 这个钓银角 看上去就更像压轴人 但是真的好看 有点像我初中的铜珠啊 特有的傲娇感 依旧很凉 而且几乎没有角度限定 上身印象全套肥拉层次感 贼好 哪是唇棉 哪是抓绒 哪是漆皮一目了然 我都没穿过这么好 你看这个袋子的细节 你看这个拉链的细节 你看这个立正的这个焰 如果说这个世上有什么 比这个上半身更加吸引馆长 那就是他的下半身 这漆皮裤啊 这小腿型 是不是有一点感性 这飞来的鞋子也好看啊 但不告诉我一下 这个鞋有没有卖的呀 手里拿着一个超有型的棉帽 这哪是手办 做大点你去当时装模特儿好不好 同样延续了这一系列特有的限定色版本 两个版本只有颜色不同 限定色更加的偏向草稿 反正这个Radio F2.0明日香到底相不相 只有乡亲们自己去开箱才知道 我已经是吹爆了 那么后面的几位角色 官图也是高水素啊 非常的期待 HUMI MAX就求你好好做 对他没有一款翻车 我就带人喷你 OK那么馆长今天收到的好物新品啊 也会立刻和大家分享 那么跟馆长快乐玩耍啊 别忘了一波点赞关注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